像我们台湾苗栗 有一个男的因为刷卡 这个背了一大堆的卡债就是负债 他不惜把他太太托人寿保险 托了很大的金额 然后有一天假装在山上钓鱼 把他太太骗到那个钓鱼的地方 然后用这个药物把他太太迷魂 热死 然后把他太太推到湖里面去 然后再假装报案 说他太太溺水死亡 结果检察官去调查解剖 他太太是生前落水 也就是说他被掐死被灌这个迷药以后 掐死以后才把他丢到水里面去 后来这个丈夫呢 判无期徒刑 那么我们的感觉 那是一种好处的地方 竟然是一种好处的地方 但是刷卡